在距离印度大陆800公里的孟加拉湾与缅甸海之间的海域上 存在着一个不足60平方公里的小岛 面积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市匣区 但在高速发展的21世纪 人类已经具备上颗九天揽月 下颗舞阳抓鳖的能力 甚至还将征途指向了外太空 但我们唯独踏上这个小岛 这座岛名为北少冰岛 也叫北森提奈岛 该岛属于安达曼群岛的一部分 常年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 就连卫星也只能看到一片森林 完全无法窥探岛中情况 因此所能掌握的有用信息极少 自发现以来 北少冰岛吸引了无数探险者 导演 不过凡登岛者基本都是有来无回 至此这座岛上的匈名便就此传开 北少冰岛如此可怕 不是岛上生活着食人野兽 也并非海岛环境暗藏杀鸡 而是源于生活在岛上的土著 海岛上的土著被学者普遍称为森蒂纳尔人 北少冰岛虽隶属南亚 不过岛上居民肤色又黑 看起来更像非洲人 早前 科学家曾利用无人机等现代机器登岛 试图搜集岛上的有用信息 但岛上的居民对任何外来物都十分抗拒 设备也基本都是已被打下损毁而告终 据收集到的信息 专家发现 北少冰岛上的土著在50到400人之间 他们的社会形态 至今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始终保留着原始人特有的野蛮与凶残 十分崇尚武力 部落的人甚至会向过往的飞机和直升机等 现代产物投掷石块 射箭等 能够简单掌握制造冷兵器方法 并懂得利用毒液涂抹在弓弩和长矛上 以此外来入侵者 另外他们获取食物的方式 也仍是原始的狩猎和采集 主要依靠岛上的自然资源 比如野果 野猪 鱼和海归蛋等食物维生 使用的也是雷电等自然现象带来的火种 根据种种迹象推断 北绍兵岛上的土著 至少与世隔绝了上万年 由主流观点认为 时间多在六万年左右 被认为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未受外界所干扰 至今仍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文明 由于常年与世隔绝 他们也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 根本无法与外界交流 那现代人类文明就没有尝试过渗透吗 答案自然是有的 1867年下 一艘名为尼尼威号的印度商船 在行驶至孟加拉湾海域时 突遇强烈暴风雨 商船失控后撞上暗礁 并在北绍兵岛附近海域沉默 幸免于难的人 无疑登上这个海岛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 在幸存的喜悦中出来 便被土著们攻击 现代人和岛上居民的首次打照面 最终以流血告终 1880年 一位官员再次登岛 他打算先一例示好 若岛民仍名玩不灵 再用现代武器制服 但收下礼物后的岛民 仍是发起了攻击 最后官员利用现代武器 取得初步胜利 成功掠走了六个土著 其中四个小孩子 两个成年人 但没想到的是 当他试图将土著 带入现代世界时 成年土著却突然病重而亡 专家分析后发现 数万年的与世隔绝 土著体内并没有进化出 可以抵御现代病菌的免疫系统 部分对现代人 构不成威胁的病菌 到了土著人身上 就成了致命菌 最后他将剩下看似 暂未受影响的四个土著孩子 安然送回北少冰岛 但没想到 此善剧却险些导致他们灭族 因为四人所携带的现代病原体 让部落人遭到了空前劫难 大量土著因此病死 至此之后 北少冰岛人便极为抵触 一切外来人员 只有有外来文明想要进入 无意都是发生流血重突 部分登岛者 甚至还因此殒命 如今无一人敢登岛 由于土著的攻击性太强 政府干脆将北少冰岛周围 三英里的范围内化为禁区 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登岛 如今北少冰岛上的土著 仍然过着原始的简单生活 对此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该让他们接触现代文明吗